其實那時候你就當水手了 因為用手的話,水就出來了 這個就是行子不端過中漏 所以漏有好幾種 其實漏有 生樂偏滿雲中漏 鬼魔習記夢中漏 病犯諸老,易中漏 明揮作嚴貪中漏 飲食不調節中漏 行子不端過中漏 其中有銀中漏 那是沒辦法的 一般世俗人是沒辦法的 你存啊,一直存著名點 你行子很端正,但是存著名點 他一滿出來,你沒有用濁火燒他 他不會化成氣 不會周偏前身 你就一定會露出來 銀中漏,滿了就露出來 你銀了,滿了,你懂得你已經 你的明點已經滿了 你要馬上開始修行著佛 讓它發熱,讓這地方發熱 發熱它會變成蒸氣 往上升,液體就變成氣體 液體變成氣體 它就不會銀,不會銀中漏 銀就是滿的意思啦 就是不會銀中漏 它本身已經變成氣體 這個就是修著佛的好處 它會讓你銀的時候 滿的時候也不會露事 它已經把它變成氣了 所以道家在修行 所謂精化氣,氣化神 精氣神三寶 精化為氣,氣化為神 就明點化為氣 氣再變成神,光,光明 這裡我有解釋,解釋這六個 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這個消化太防暗一點,不好 這個消化是可以講的 有一位修女 滿臉怒氣地從診斷式衝出來 前也沒有護就走 這個診所接待員非常的驚奇 等醫生出來,他便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醫生就回答 哦,我給他檢查了一下 然後就告訴他,他懷孕了 這個接待員講 醫生,這個修女那是不可能懷孕的 醫生就回答 當然不可能啦 不過呢,這麼一說 就治好了他的打隔 打隔 治打隔的方法 講有這樣子的特效嗎 我是不太清楚 應該是沒有吧 打隔還是會打隔吧 打隔最好的方法是怎麼樣 停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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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彎腰 彎腰 把腰 把這個腰彎下來 低著頭,他就不會打隔了 你倒立的話,他就不會打隔 這叫打隔吧 打隔吧 打隔 打隔 啊 啊 啊 這樣子 有時候打個不停的 一天,他打個不直的 其實彎下腰 最好的方法,彎下腰 你彎下來 彎的越低 他就不會了 所以剛剛那個笑話好像怎麼太準 那麼我們這個 這個六項修 我再講一下 生樂偏滿,銀中肉 修持力夠了,銘點也增長了 但銀滿的時候,就自動的流了出來 就是剛才我講的 滿的時候,這個銘點滿了 那他自動會流出來 那麼怎麼辦呢 必須要用溫加溫 讓他加溫 讓他變成氣 精化為氣 那麼氣就化為神 到家講的一樣 就是一定要用佐火燃燒它 讓它變成氣 這個流竄到全身裡 它就變成 好,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方法 那麼守護的方法是以六四遍 極憤與倒影 極憤與倒影 特殊力的厚日 等為防腐 六四遍 我已經好像解釋過了 這個兩個眼睛向上看 防腐的方法 這個兩個眼球向上看 就是在提 把那個精神移到眼睛上面 然後向上看 把本尊觀想在虛空之中 兩個眼睛向上看 就是在提 跟轉移你的目的 就是日夜朝天 舌底善耳就是提 它要把氣 經過喉嚨 經過這個舌頭 一直到頂 壓喉結 就是閉氣 我已經講過了 就像脈管 那個吸管 按住 然後在那個明點快要出來了 你按住它 壓喉結按住它 就等於 這個按住吸管 那時候它就不會漏 然後接著要再提 壓喉結 互貼背 收縮腹部 跟你的背 幾乎收得很緊 就把它提起來 互貼背就是收縮了 提起來 這個方法 日夜朝天 舌底善耳 壓喉結 負貼背 互貼背 負貼背 然後再提缸 提缸 也是提 第五項就是提缸 收縮四肢 你把四肢手 全部收回到你的身體 就是把精神集中在你的身体 把念头移到 到本尊身上 就是撒加六四变 还有这个 握固印 把这个当明点 把你的手紧紧地握住 握得很紧 你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个拳头上面 握固印 马上就刹车 这就是刹车 让他感觉到指头很痛 就是刹车 这是握固印 急奋乙倒影 就是念咒 这个急 急静的咒跟愤怒的咒 来引导他 引导这个明点 特殊力的哄日 就是 你要露出来的时候 要喉结 喉结刚好 停住了 你马上 哄 哄 念哄 短哄日 念时生 哄 就一直在把它提 提 你平时有念哄日的 哄 哄 用头 仰视 一直向上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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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声 十声 长哄两声 这边两声 这边两声 长哄两声 短哄十声 就是一种提法 一种提法 特殊力的哄日 很有力量的 这个哄 你平时在修无漏法的时候 就用这个哄日 你这个时候 用这个哄日 把它提起来 它就是提法 用狮子解脱印 以可 这个狮子解脱印 我现在不能够在这里表演 不能表演狮子解脱印 那个狮子解脱印 是马上把自己变成狮子的知识 然后把明典提起来的意思 把明典也一样的提起来 叫狮子解脱印 那应该 这连电上是知道的 它有这个金刚亥姆 二十七世的这个前法 其中就有狮子解脱印 用狮子的知识 把明典提起来 就是狮子解脱印 我在这里表演的话 你们也看不到 因为我蹲下来 这些花多 多那个 要用狮子印 总之将隐满的明典 善于猪脉之中 即是 这个满起来的明典 要善到全身的所有的脉 那这样子就不会 不会跑掉 不会跑掉 有一个人尿急 上回有讲一次 有一个人尿很急 他一直排排排 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一直要小便 停不住了 顶不住了 憋不住了 他就排排前面那个人 拜托 你让我先好吗 大家都在排队 他排排前面那个人 快要轮到他 那个人就 从牙縫里面拼出几个字 你还会讲话呢 我已经讲不住了 他已经憋得更厉害 你还能够讲话 你还 还 对不对 有时候是憋不住的 你看嘛 这个老人家是很可怜的 老人家很可怜的 有一个老人家讲 我就在七点的时候 大号小号 如同崩马一样 一下子就排光 哇 那医生就很赞扬他 哇 你七点的时候 早上七点 你在七点的时候 大号小号 一次就排光 实在太好了 那个人就讲 但是我九点才起床 老人家是很可怜的 他要包尿片 他要包这个 是真的可怜 最可怜的老人是什么 是他带着女朋友 跑到这个Motair 来进去 上到房间 到了房间 他突然想不出 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又 他又把女朋友带下来 带到这个 带下来 到了车库 开着车又走了 开到一半了 才想起 哎呀 原来我去Motair 是要做这个 结果也没有做 他连做这个 他都忘掉 这也是很可怜的 老人家真的是很可怜 有一个人尿很急 等了半天 厕所里面一直有人 等了五分钟 他还不出来 他实在忍不住了 便冲过去敲这个门 敲他快一点 结果里面终于讲了一句话 终于你来了 请问你有没有纸啊 他蹲在里面等纸 没有纸 很好玩啊 人生的事情都是很妙的 现在啊 这时代真的是不同 这里有一句 有一个 现在的男生啊 比女生瘦 比女生还白 比女生还好看 还特别的 要跟女生抢男生 你看 现在变了 世界变了 现在的女生啊 比男生酷 比男生帅 比男生更男生 逼得男生不得不弃喜欢男生 这个男生的同性恋的世界 就是这样子来的 同性恋就是这样子来的 时代变啊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讲好 以前的密教还没有写到这个 同性恋应该怎么办 这个好像没有 这个是没有的 结婚的事情啊 也不一定 说了解对方 或怎么样 也是不一定 这个儿子问父亲啊 我听说非洲有些国家的男人 如今还要到结婚以后 才认识他的太太 是真的吗 这个父亲回答 不单是非洲啊 是全世界 想想看 这个要用想一想 全世界的人 在结婚以前 都不是认识 你自己的太太的 要结婚以后才知道 哎呀 也有这种事啊 你看 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都会漏的 有一个色狼 去教堂礼拜 看见漂亮的修女 就要调戏她 结果被骂 被那个修女骂 旁边有一个扫地的老太太 指点她 在教堂扫地的老太太 你要爱她 可以装成神父 约她 一定成功 当天晚上啊 这个色狼就戴一个假面具 他说 他就是神父 约修女出来 这个完毕了以后啊 就得意地摘下面具奖 哈哈 我不是神父啊 我是白天调戏你的人 这个修女也宰下了面具奖 我也不是修女 我就是白天扫地的老太太 这时代不同啊 时代不同啊 大家这个漏来漏气的 漏得一塌糊涂 所以你想这个世界 有谁真正能够修行到无漏 这个无漏法第一 着火法第二 明典法第三 这三个是相关的 无漏以后要靠着火 着火以后要靠明典 这个明典的上提啊 往上提 往下降 往上提 都是在做一种那个 清除你习气的一种工作 清除你习气的 无漏也是在清除你的习气 以贪止贪啊 着火 是在帮你的这个无漏以后的 所有的和门 充沛到你的全身 明典 它下提 上升 就是在清除你所有的欲望跟习气啊 变成由四喜 四种很大的快乐 转成四种很大的空性 这是密教的方法 是密教的方法 你修无漏 就是修以贪止贪 以贪来止贪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 所以讲 这也 习金刚里面所讲的 也不是很 什么特别 它本身就是 以贪来止贪 那世俗人就只有贪 没有止 所以说漏的稀里哗啦 你有漏就会堕落 有漏你就会老 有漏你就不能长寿 有漏 你很快就会 左向死亡 而且你会造很多的业 有漏人给美好 谢谢大家